谁也没想到高高兴兴去马尔代夫度蜜月 结果到了机场才发现自己的护照竟然被注销了 婚假机票酒店都已经订好怎么办 留学回国人员夫妇遭遇了极度郁闷的一幕 9月9日他带着新婚妻子准备去马尔代夫度蜜月 结果却滞留在上海了 据夫妇介绍他预定的是9月9日中午12点上海直飞马尔代夫的航班 办理直击托运都一切顺利 结果在机器扫描护照过海关的时候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 夫妇说刚开始以为只是随机抽查 结果工作人员把他的护照交给一个专门核查护照的工作人员后 才意识到事情闹大了护照已经被注销无法出境 不解留学回国几天后护照被注销 据夫妇在社交媒体自述 他于2015年到澳大利亚留学 2017年发现护照丢失 于是在悉尼领事馆补办了一个新的护照 有效期到2027年 而这次被莫名注销的就是当时补办的新护照 经过查询发现 夫妇的新护照是2020年12月被注销的 注销地点是悉尼 也就是夫妇去补办护照的地方 而夫妇是在11月底结束留学回国 也就是说夫妇回国以后没几天 护照就被注销了 至于注销的原因是什么 夫妇说 上海的海关只能查到护照的状态 不能查到原因 目前尚不清楚什么原因被注销 因为留学回国后他再也没出过国 所以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护照被注销了 补救 最快的速度补办护照 据夫妇说 上海的出入境管理局知道了他的情况后 也同情他的遭遇 并表示将会尽快帮他补办护照 由于事发当天是周六 他们将会在周一 也就是9月11日下午办好护照 让他去取 夫妇在文中对上海出入境管理局的工作方式表示感谢 也感谢新婚妻子在突发状况中情绪稳定 完美处理好这次意外 只是把妻子的婚嫁和行程毁了 此外还有预定的机票和酒店等 如何查询 护照是否在有效期 夫妇的遭遇引起了网友的激烈议论 在微博上 有网友怀疑他是取得了外国国籍而被取消护照的 不过夫妇一一否认了这些猜测 评论中也有网友说 自己在2019年也遇到的了一模一样的事 也是直击托运都没问题 到扫描的时候被拦下来带到小屋子 同样是查不到原因 同样卡在周末了 最后经过沟通补办了护照 改现了一周后的机票 有网友就表示 在出行前一定要查询自己的护照是否有效 根据广大网友以及夫妇的亲身试验 在支付宝APP搜索小程序移民局 上面能查到自己名下 所有身份证件的信息是否有效 朋友们在出国之前 不妨查询一下自己的护照状态 以免出现不可控的因素 ydir seg热心语的东西 停地开台 余宅